如果你老公想吃过蔬油条了 你再也不用忙着打蔬菜汁了 这个脆皮有条粉 有紫薯 南瓜 菠菜 黑拳麦等五种口味 配方的无繁 无铝无色素 做法也简单 一看就会 准备300克菠菜粉 倒入220毫升的温水 给它搅匀了 淋入20克的食用油 在这里强调一下 咱们在制作油条面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去揉面 要用拳头来回踹面 这样的目的呢 会使油条在炸制时 不容易回缩 油条炸起来就比较蓬松了 串面的时候呢 要分三次去串面 中间饧两次 每次饧十分钟 最后卷起来 盖上一层保鲜膜 饧面一个小时 饧好的面不用揉 直接擀成长方形的面片 切分成两指宽的段 用一根蘸水的筷子 每隔一个打上水线 两个落在一起 再用筷子按压一下 防止炸散了 油温180度下锅炸 下锅之前撑一下 油条浮起来以后 用筷子芹翻动 炸至表面金黄酥脆捞出 又香又酥又脆的大油条 就做好了 我是娟子 每天为您分享一道 家常美食 喜欢的就关注我吧 大家看起来 谢谢大家